我覺得蒙古人講話非常的直接 那直接是 如果他們當下覺得不對勁 或是有想表達 他們一定會說 台灣人大多聽到奶茶這兩個字 就會想到 是甜的奶茶 但是因為在蒙古比較特別 它這裡的奶茶是鹹的 如果第一次來嘗試蒙古奶茶 就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一開始起初喝會不太習慣 但越喝就覺得其實蠻順口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是命名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邀請了蒙古加府中心的代表 健 那首先非常的感謝今天接受我的邀請 那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eff 我之前是一畢業後的時候 是在新竹加府工作 後來就工作大概三年多 就申請調派到史瓦蒂尼加府 然後在2020 10月的時候 就再被調來蒙古這邊工作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特別想講一下10月 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好是蒙古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 所以我剛到了蒙古這裡的時候 就整整隔離了35天 所以就是隔離35天後 出來之後才開始認識真正的蒙古是長什麼樣子 很多台灣朋友對蒙古的了解比較少 那你可以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你眼中的蒙古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我特別想說一下就是 每個朋友知道我來蒙古之後 都一定會問我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是住在蒙古包嗎 第二個是你是騎馬上班嗎 第三個就是那裡的蒙古烤肉好吃嗎 那因為特別提這三個就是 因為我發現很多台灣人對於蒙古的認知是 好像跟我們實際住在這裡生活是不太一樣的 那因為其實蒙古是人口大概350萬左右 但是因為隨著都市化的發展 其實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人口都住在烏蘭巴圖市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辦公室也是在烏蘭巴圖市 那其實這裡是一個非常現代都市化的一個城市 所以就是不管是高樓大廈還是生活機能 其實都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是要特別澄清一下 然後再來蒙古烤肉這個東西本身是台灣人發明的 所以在蒙古是找不到蒙古烤肉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自己對於蒙古的印象就是在首都 確實就是它是一個很先進發達 不管你是要採買或是交通 或是你的休閒娛樂其實都是非常便利的 所以跟我們想像中的蒙古是不太一樣 但至於大家提到什麼大草原那種騎馬 其實在出了烏蘭巴圖市以外 確實就是比較多牧區是那樣子的生活 我站在首都就是截然不一樣的風茫 那您剛來蒙古的時候 在生活環境的各個方面 你覺得最有挑戰性的事情是什麼 我自己剛來蒙古我覺得最有挑戰的是有兩個 第一個是語言 第二個是氣候 那語言的部分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邊 因為其實大多數人都是不說中文跟英文的 所以其實英文在這邊沒有很普及的 所以如果比如說像你是要跟蒙古人溝通 或是你去超市採買 基本上他們都是全部都是蒙文的標示 所以剛來這邊如果這兩種語言都沒辦法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在生活上會稍微困難一點 那第二個是氣候 因為這裡就是世界上最冷的首都 最冷會到快-40度冬天的時候 所以其實從台灣這樣過來 因為台灣冬天再怎麼冷點都就是在0度左右 但不會到零下-30-40度 那尤其是這裡的冬天又長達快五個月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剛來的時候有一個經驗就是我 我出去買菜 那時候是剛好在-30度的時候 然後我手上就提著點藍菜 然後我只不過走了十分鐘的路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發現我的手是整個動到不能彎的 就它已經是有點快凍傷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才把手放到那個暖爐上 然後轟了快要十分鐘我手才稍微能彎 所以就這裡大家想說-40度到底是什麼感受 我覺得就是你只要一出門 可能不到一分鐘你的可能手指啊 或是耳朵就會開始刺痛 所以出門都要包非常多 所以這個是我剛來的時候 比較覺得難適應的地方 可是在生活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比較需要適應 而且沒有辦法改變的是這裡的交通跟空氣 交通是因為這裡我覺得大眾運輸沒有這麼發達 可能就只有公車 那其他就再來就是汽車 那因為這裡很少機車 主要大多數人是每個人都有一台車 所以這裡的交通是非常的堵塞 空氣就是因為冬天大家很多住在蒙古豹區的 居民是需要燒煤炭 或是在機場回來的路程有兩個電力發電廠 那個常常都會造成很嚴重的恐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適應一段時間之後 這兩點是特別需要再調適的 那你在蒙古最喜歡吃的冬餐是什麼 因為我在蒙古其實試了蠻多蒙古料理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有兩道 然後第一道就是餃子奶茶 然後第二道就是羊肉炒蛋的一道料理 然後為什麼會喜歡奶茶的原因 是因為我先介紹一下這裡的蒙古奶茶 那因為台灣人大多聽到奶茶這兩個字 就會想到是甜的奶茶 但是因為在蒙古比較特別 它這裡的奶茶是鹹的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拿蒙古的一個茶葉 然後先煮過之後 然後會加入鮮奶或牛奶 那因為像如果我在牧區喝到奶茶 他們比較多牧民家庭會直接拿新鮮的鮮奶 直接倒進去 然後會再煮熟 然後再加入鹽巴 那如果是沒有鮮奶的話 就會直接加入那個牛奶 那最關鍵就是蒙古奶茶是鹹的嘛 所以他們就是都一個人的口感會加入鹽巴 所以你沒聽錯它就是鹽巴 所以如果第一次來嘗試蒙古奶茶就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它不是甜的是鹹的 那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 就是一開始起初喝會不太習慣 但越喝就覺得其實蠻順口的 對然後在這邊吃了很多料理就可以把蒙古奶茶 想成是一個湯底的概念 那因為除了這道是奶茶餃子嘛 那其他像是可能有一些料理 它會加入一些小米或是加入乾肉 那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然後第二道是羊肉炒蛋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其實比較像台灣的一個炒飯 它只是就是飯跟菜是分開炒 但它基本上的食材就是羊肉啊 然後加蛋 然後可能會有胡蘿蔔或是高麗菜 或是海帶 大概就是這些菜 然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在這邊吃過很多的猛餐料理 所以他們的飯其實都只有給一小球 就像這個 就是給一小球 然後但是它的肉量其實是給非常多的 對然後我覺得這是跟台灣比較特別 因為台灣反而就是飯很多 然後肉量那種主食類就比較少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像我剛剛講 因為它吃起來就很像是炒飯類的 所以它其實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比較偏台灣人可以接受的口感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炒飯在吃 所以我是覺得是蠻好吃的 然後就是色香味俱全 有肉有蛋有菜 就很像是便當的概念 對 那旅遊方面你會推薦蒙古給台灣人嗎 我覺得如果說本身是喜歡騎馬 或是如果你是背包客 或是你是愛好大自然的 然後或是你對於歷史也有興趣的話 那非常推薦來蒙古 因為就是這個地方其實是四季分明 然後風景非常漂亮 還蠻多那種度假村就是一個蒙古包 你就是真正可以住在蒙古包裡面體驗 類似牧民的生活 但如果不是我上述講的那些類型的話 那我就其實不太建議 因為其實像剛剛前面提到它可能還有語言 那如果你真的要來這邊旅遊 如果又沒有認識當地的話 又不會講蒙文其實沒有這麼方便 那有時候還會碰到一些挑戰 接下來可以給我們分享關於蒙古家福中心嗎 那因為其實家福就是全台都有家福中心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家福在海外 七個據點也有設立 分別是蒙古吉爾吉斯 斯瓦地尼、越南、柬埔寨、約旦跟菲律賓 然後蒙古是第一個成立的海外中心 在2004年9月的時候成立 然後至今大概就是差不多18年左右的時間 那這18年來 總共就已經有協助超過 13000桶的孩子自立 那目前正在幫助中的大概有3350戶 然後10800桶左右的孩子 那其實這個是透過家福特有的一個認養制度 那基本上就是每一位孩子就有每合一位認養人 那認養人就是在台灣每個月提供700塊的生活 輔助給這些孩子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來改善家庭的基本生計跟孩子的教育 那其實在海外中心的話 那原則上都是每個海外中心都是大概兩到三位台灣人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會在平當地的同仁一起工作 對中心在這邊主要著重的就是教育跟生活方面 那除了基本的個案的工作之外 那中心目前大概有30個方案 分別是在營養醫療教育水資源 然後社區的這幾個面向 然後最著重的是比較落在教育的方面 因為教育的部分就是包含可能客服班 提供獎助學金 然後還有才藝培育的這些方案 增加他們的學習刺激 這個是最主要中心大中在做的服務 目前因為中心在今年1月的時候有大概新增兩三百童的孩子 所以目前還在持續招募國外燃養人 所以如果有醫院加入燃養行業的話 也可以在上加福中心的官網 現在在蒙古還是有很多的家庭都面臨著經濟上的困難 導致兒童的教育或是健康也容易被忽視 那你覺得現在在蒙古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如何解決那些問題 那我覺得在蒙古這樣觀察下來 我覺得現在面臨最大的應該是教育 那教育的原因是因為這裡政府是鼓勵生育 所以人口快速發展的情況下 教育資源有點跟不上這個人口成長的速度 這裡的幼兒園就是因為數量沒有這麼多 那就變成說很多幼兒園它是超收了學生 這也會影響整個教育的品質 那像在中學也是中學1年級到12年級 就等於是我們台灣的國小到高中的這段年一層 它其實也是分上下午去進行上課的 那還記得有一次就是我們參訪幼兒園 然後進去其實就是一個空屋 一個地毯然後裡面什麼設備都沒有 但是裡面有很多孩子就在那邊上課 就是會變成有類似這樣的情形 因為教育是脫貧的管道之一 不能說它是絕對的管道 但它是管道之一 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 改變孩子的未來 所以我們著力發展很多的發言都投入在教育這塊 包含送孩子去台灣讀書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管道 那你來蒙古之後領導蒙古同任的時候 您觀察到的一些文化差別有哪一些 來這邊的話我覺得有兩點 是我覺得跟台灣的文化比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第一個是我覺得蒙古人講話非常的直接 是因為像我之前在史瓦地尼工作嘛 然後因為那個國家是比較尊重階級制度 那通常你可能講出來的話 他們就會把它當成命令一樣 他們就不太會去違抗或是說會有太多聲音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是在越級 就會覺得這是不好的事情 那即使他們心裡可能有不愉快或什麼 他們也都不會說 那可是在蒙古我覺得蒙古就是 人都講話都很直接 就是如果他們當下有什麼 覺得不對勁或是有想表達 他們一定會說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文化上比較大差 因為跟台灣也很不一樣 因為台灣也不一定會說 對台灣可能比較說是私底下討論 那不一定會在檯面上直接跟你講他的感受 那蒙古人就是會直接說 直接勇敢表達 那有時候你會被嚇一跳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不太確定 是不是跟一些牧民的 算是文化或習性有關 就是在牧民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在牧區不談時間 就是不會特別去講時間 我覺得這個衍生到工作就會變成說 好像有時候像在台灣 如果老闆跟你說東西等一下就要講這樣 這個等一下我們聽到應該就是 十分鐘半小時你要趕快做 可是在蒙古這個等一下他們可能把它就會解讀成 可能明天在家也可以 後天在家也可以 我覺得台灣人是非常注重時間觀念 就是幾點就是幾點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如果說有一些交辦事項 不是真的你有希望要在什麼時間繳交 那就是會要交辦說 我是希望什麼時間我要這個東西 就不能只是說等一下 你就要說明天的十二點 就是要訂出一個明確的時間 對所以我覺得這兩點是在文化上 我覺得會需要稍作調整 對然後跟個性比較直接 我在您的臉書的貼文上看到 您有分享說 在基金會工作七年多 其中住外人生佔了四年 才警覺工作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外漂泊 那您可以分享您住外這是您的經驗嗎 今年五月就滿五年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當初面試 因為面試都會問說 你預計住外多久 我那時候只有說我想出來三年 然後不知道會覺得就到了五年 那對於我來說其實住外工作 它就是一個滿迷人的工作 就是它雖然會遇到很多的挫折跟挑戰 但同時也可以學習到很多 那我覺得住外工作其實是 可以接觸到很多跨領域的合作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 就是像在蒙古工作 你可能會接觸到學校、醫院 然後可能外省 或是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 這些是我覺得在台灣經驗是比較少一點的 除了跨領域合作之外 你到了一個新的國家 包含那裡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這些脈絡 然後語言這些 其實你都是要重新適應去學習的 那對我來說 就是可以透過體驗的文化去學習到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然後你有機會到跟不同國家的人工作 像剛剛講的那種文化上的衝突 它雖然有挑戰性 但是你也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 那另外還有一點是因為 其實像我們這樣外派出來 就都是管理職 所以另一方面其實也在學習跨文化領導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是不容易的一個工作 就是除了從中要找到自己的領導風格之外 還要試著跟這個當地的文化融合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因為我自己駐外這樣過來 然後我會覺得過程中很多是你可以去嘗試去挑戰的 到這邊跟當地的同仁一起工作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 怎麼將這些經驗做一個傳承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個小的挫折感 就會發現說你做了很多的行為或服務 不一定能馬上就看得見效果 但是就是會秉持著一種態度就是 它雖然很多的成效不會立竿見影 但它遲早會在未來的某一天發效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我滿有興趣跟喜歡的 那你駐外這麼多你難免都會遇到一些負面的情緒 那我也是在你的臉書 貼文上有看到你有寫到 曾經極度有想回台工作的念頭 那你是如何面對這些挫折克服這些困難的 我以前在台灣工作 我是一個工作都要按部就班 比如說我規劃好 然後或是遇到一個事情 我就會想好ABC三個方案 然後遇到什麼狀況就可以這樣去解決 然後到駐外工作之後發現 一切都不會按照我的計畫去走 就它有太多的突發試驗或是危機處理需要去解決 通常碰到一些你沒有辦法掌控的事情的時候 難免就會有一些壓力 或是你要想辦法去想出一個方法 然後帶著同仁一起去解決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真的駐外要比較長長久久在國外工作 就是要找到一個自己可以調適的方法 我覺得像我們現在很多的駐外工作人員 都是比較報喜不報憂 所以我們大多時候都是可能自己要去消化那個感受 那我覺得長期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跟住外偶爾會回台灣的台灣人 我覺得這兩個台灣人之間可能會有差別 住在美國的一個台灣人他有分享說 他三年後回台灣之後發現台灣好有人情味 他以前就是常常把這個當作理所當然 那你住外這麼多年後回去台灣後會有什麼感觸嗎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應該是在醫療 我覺得在國外生活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盡量不要讓自己生病 第一個是因為像在蒙古這邊 我覺得醫療是還在發展中 平常看診也不是說所有醫院都是會講英文的 所以就是變成不是那麼便利 那平常都是帶著一些常備藥在身上 所以就我覺得醫療就變成是一個很很重要的一點 那在台灣就是你看醫生都很便利 但你在國外真的如果有什麼重大疾病 或是跌打損傷那些就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就是保持身心健康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子結束了 那也是再次感謝蒙古佳佛中心的代表 今天接受我的邀請 所以這個上午這個就是很蒙古風格的杯墊 謝謝 好的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吧 掰掰